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1500天他的福利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体验一下 好准备签到签签签签到快快蹦出来 来签这个签签签 哎哎哎签到 刚刚那个是那个啥 刚刚那个是福袋 然后签到呢 哎怎么怎么签到没出来 哎兄弟签到 啊这我我我去庭中 然后返回试一下 阴阳师大人 今天是平安经特别的一天 每每提及过去的旧时光 总会有许多的感慨 我以散见为户 陪你走过了最懵懂的日子 哇塞 1500天居然有这样的一段特殊 来了 每日一千 哇 永远的平安经 八 1500天大吉 我们来看一下 岁末年将至 此灵亦增老 急流不回首 酿酒亦更香 解签 时光催人老 光阴不等人 行乐需及时 往后欲试明白人 经历一番天长地久 知识合成 知人真心 酒香四溢 方为极品 若得美酒 可与智友倡议 曾有殃怪 因此而成就一番美事 好的懂了 酒吞瓷目 是真的 是真的 磕到了磕到了 那个我现在和他碰到点问题 就是我明明已经签到1500天了 但是在这个界面 依旧是999天和500天 那1500天的福利 包括这什么鬼舞达摩 我也没找着 邮件里边我也没看到 经过好友的提醒啊 我突然想起来 得在这个地方成就完成一下 才能够把这个1500天给开出来啊 哎呀哎呀 我傻了 我傻了 我们看一下 两个成就 分别是 这是刘金控肩皮肤 啊 千到1500天 哇 这是控肩皮肤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千卷一 头像框 鬼舞达摩 以及 秉幻之师 伯雅皮肤 来 秉幻之师 已经拥有这个皮肤的朋友呢 会转换成400张皮肤卷 而鬼舞达摩 还有这个头像框 哇 咱们是1500天达成的第14名啊 手速还是稍微有点慢啊 在这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啊 一无签卷 李二妙 以累计签到1500天 接下来呢 一点一点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1500天签到成就的奖励 首先是签卷一的图像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呢 这个图像框还是蛮好看的啊 有点中秋节的感觉 左下角是一片鸟居 然后左上角是一轮原液 右上角呢 是一排带着招财翱翔的这个仙鹤啊 以及另外一个呢 是鹰饼的卫师次数啊 从5次会提高成6次 这是一个永久的提升 然后是在空间里面会有皮肤 我们看一下这个皮肤是在哪 哦 这里有一个换装 京都之主以及一无千倦 哦 这是一个1500天的空间专属皮肤 还是很漂亮的啊 但可惜呢 它不是动态的 如果这个空间皮肤 它是动态的 那就更好了 最后呢 就是传说中的鬼舞达摩 哦 这是鬼舞达摩的样子 我们把这个声音给调出来 听一听它的建模点处 还有语音 好像和其他达摩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不同啊 建模还是很精致的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赤神直接六星 八个黑蛋喂起来的鬼舞达摩 问一下号主 千到1500天你开心吗 是不是特别的高兴 哦 那关于鬼舞达摩的这个使用呢 也是很多小伙伴所关注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鬼舞达摩呢 它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 是把它作为材料 喂给试神的时候 可以直接升到六星 四只击 并且获得八次技能提升 第二 每位时一次会减一个星 初始是二星 而在一星时不可使用 这也就意味着 它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你一星的时候 是不能用的嘛 而如果是你不用的话呢 每千到365天就可以升一星 最多可以升到六星 也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不用 四年后你会获得一个 六星的鬼舞达摩 鬼舞达摩能否改名呢 哎 答案是肯定的啊 和其他的使神一样 可以改名 那这个使神算不算进去百战呢 然后关于365天 千到生意星 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这个时间比较久 我给你换一种说法 就是每千到365天 1500天的玩家就可以免费获得 八颗黑带 以及五个五星白弹 四个四星白弹 等一整套完整的六星升级材料 你要这样想的话 是不是觉得这个福利就还可以了 要知道你在商店里边领一个黑带 还需要50天呢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鬼舞达摩使用时间了 把它喂给谁是个好问题啊 和耗主商量之后呢 我们决定用一种 非常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就是来一个每日召唤 1500天的每日召唤免费一抽 我们看看抽到谁 不管他抽到的是阿卡 还是阿萨阿卡 还是SSR还是SB 抽到谁 我们就把这个鬼舞达摩 喂给他作为一个纪念 哦 这个地方抽到的是奄奄罗 好的 那么恭喜这位奄奄罗 你将会来体验这一个鬼舞达摩 但是且慢 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好奇 绿形达摩能不能吃这个鬼舞达摩呢 在游戏早出的时候 黑弹是可以升级升星的 所以六星黑弹 那个时候也并不是特别难弄 但是随着升级改版之后 现在玉形达摩是无法来玉成的 而我们看看 由于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法点玉成 所以来说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 现在给黑弹吃掉鬼舞达摩 升六星黑弹这样的想法 我们还是乖乖的回来 喂这一个奄奄罗 来找到这一只鬼舞达摩 阴压师大人 鬼舞达摩是很珍惜的强化式神技能素材 小白建议用来强化SP或SSR的式神技能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它就是一个纪念吧 所以来说呢 我们就给这只奄奄罗 吃掉鬼舞达摩 哇可以看到啊 瞬间这个奄奄罗技能升级了八次 但是好飞啊 还可以还可以 刚刚是大招升了五级 不是普攻 我还以为普攻升了五级 吓我一跳 虽然是这个奄奄罗 目前版本除了系统对异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但似乎也是蛮欧洲的 那这样的除了觉醒 觉醒还是需要去手动觉醒 它会自动的变成六星 四十级并且升八个技能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写一个 一千五百天纪念 哦好吧 这只能改六个字符 那就一千五百纪念 这个奄奄罗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殊的奄奄罗啊 然后再来说几个小细节啊 第一鬼舞达摩和黑弹力四 都是无法预成的 所以从根本上杜绝了通过预成 来给它升级升级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进到探索 或者上师神之类的界面 你会发现啊 同样是类似于黑弹 就是你在上师神的界面 根本找不到鬼舞达摩 所以这个也是前面的问题啊 就是百战 鬼舞达摩究竟算不算呢 那答案其实也就忽之欲出了 由于在这个上师神的界面 压根都看不到鬼舞达摩 所以它黑弹是一样的啊 都不会算到这个百战里边去 第三个是一千五百天的空间框皮肤 它不会适用于组队啊 只是在空间这里有效 再一个呢 是鬼舞达摩非常的特殊 它并不像其他的士神一样 有攻击防御生命等属性 同时呢 鬼舞达摩你可以给它正常的佩戴御魂 但就像前面说的 你没法带它去上场 而点击觉醒或者点击传记啊 都是它的一个例会 该士神无传记 该士神无觉醒 而在左下角呢 有一个鬼舞达摩专属的 灵杠365标记 意味着每千道365天 这个鬼舞达摩可以升一个星 那千道的天数应该是可以累积的 之前是有见到朋友有个疑问啊 比如说我签到的100天 然后把这个鬼舞达摩给喂了 那我这个签到天数会不会重置呢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法去实践 但是根据这个灵杠365 以及经验来判断 肯定是不会重置的 应该是会一直累积下去的 那这是几个1500天福利的小细节 应该是解答了大家一些疑问 最后啊 再和大家分享几个 耗主比较好玩的事情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 包括我相信前面弹幕一定有朋友在说 1500天签到都没有满级 这真是亚级大佬啊 实际上其实这位耗主并不是亚级大佬 59级这个事呢 我也有特别的问过 耗主是这样回答的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以前没玩过游戏 阴阳师是第一个 萌新时期觉得满级都是大佬 我真的特别鲜鱼 所以就一直没有满级 耗主一直呢 心里边有一种偏念 觉得60级呢都是大佬 自己太咸鱼了 所以没必要非得去满级 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位亚级大佬 耗主也是多次的啊 在言语中透露 就自己的耗气声炼度还是很低的 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我看了一下呢 其实有个东西很好玩 除了在前面肯定已经有朋友发现的 就鬼舞打磨旁边有96个黑弹之外 我们点开碎片啊会发现 有2574个黑弹碎片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每个人玩游戏的方法都不一样 那在我看来啊 只要一不违背道德 二不违背法律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管你是休闲党 斗技党 甘肚党 克金党 白嫖党 只要是开心快乐 都是无可厚非的 还是那句话嘛 就每个人玩游戏的方式不一样嘛 对不对 而且能够坚持到1500天 正所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 到这就要接见尾声了 希望这期视频 在给你带来一定欢乐的同时 也能有一定的帮助 记得点个关注 点个赞 点个收藏 发个弹幕 发个评论 拜拜